欧洲史 第二章 罗马的影响 入侵与转变 迈向新欧洲 基督教的欧洲 基督教的发展也给欧洲带来了新的面貌 自从基督教区别于犹太教开始 他便成为众矢之地 因为基督教的信徒拒绝向异教的诸神献祭 不过从未施行过普遍的迫害 而且也很少有步骤 有系统的迫害 大量关于基督教殉道的震撼人心的故事 大部分都属于圣徒传记作者热心的夸大 不应该忘记基督教的全面扩展 而且在东方比在西方扩展的更早 四世纪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时期 戴克里先于303年所进行的迫害 是属于他复兴帝国政策里的宗教的部分 是最粗暴的迫害中的一次 而且事实上也是最后一次 313年 军事坦丁和里希尼两个皇帝 在米兰会晤 承认基督教是帝国的宗教中的一个 由于基督教的生气与活力 这样便为其最终胜利做了准备 军事坦丁在临死之前受洗 在381到392年之间 迪奥多西禁止异教的宗教仪式 神庙被拆毁或者改成了教堂 393年 奥林匹克运动会被取消 罗马帝国变成了基督教帝国 这种情况并没有因为在西帝国建立了日尔曼诸王国而有所改变 只有法兰克人是一个例外 法兰克的各个部落在帝国内定居之前 已经皈依了基督教 不过是其异端阿里乌斯教派 基督教的传播首先是在城市里 拉丁语里的庄家汉这个词 还有一教徒的意思 这就是明显的事实 只有到了五世纪和六世纪的时候 农村的堂区才增多起来 而且要到教皇 大格列高丽一世 采取行动的时候 基督教的传教才起到了充分的作用 起初每个基督教集体 都是在城市范围内组织起来的 为首的是一名主教 也就是监督人 是信徒们推选的 他成为城市里的首要人物 甚至超过他的宗教权力 教堂的数量越来越多 不久之后只有重要的中心地才有主教 而在其他的城市里 长老的作用发展起来 长老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语 意思是年长者 由此出现了神福这个词 罗马主教拥有最高的精神权威 因为他是使徒彼得的后继人 但是在六世纪末以前 教皇的称号和天主教会政府并不属于罗马教专有 可是由于帝国成为基督教帝国 皇帝便打算干预教会的事物 尤其是在任命主教的权力上 这就是构成教权与政权关系当中种种冲突的根源 在军事坦丁倡议下召开了第一次尼西亚主教会议 那是在公元325年 会上确定了反对阿里乌斯一端的信经 实际上教会被卷入了有关教义的工作 这必定是会有分歧的 关于新约全书经文的可靠性问题 几乎是自发的取得了一致意见 但是对新约内容的解释情况却不同 尤其是涉及基督教思想当中最微妙的问题之一 也就是将上帝的唯一性与圣父、圣子、圣灵的存在调和一致的问题 亚历山大神父阿里乌斯的教义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 结果在尼西亚主教会议上受到了谴责 这些神学上的争论在东帝国比在西帝国更加激烈 尽管二世纪的时候 里昂主教伊里奈乌斯也积极的参加了这类争论 基督教来源于犹太教 但是越来越明确的与犹太教脱离 尤其在迪奥多西统治时期 基督教成为帝国的宗教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最初的纯属宗教性质的反犹太主义倾向 在基督教徒看来 犹太民族应该为基督的死负责 对犹太人的迫害时有时无 并且目的不是为了消灭犹太人 而是把他们抛在一边 犹太人被排除在受尊敬的职务之外 并且不准拥有基督教徒奴隶 在制定基督教礼拜形式当中 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这些形式实际上摆脱了犹太教的准则 如把每周的文化生活从安息日 也就是星期六改为星期日 共同祈祷 诵读圣经经文 唱圣诗 讲道 这些都是所有基督教民族共同的活动 人们只有受洗才能进入教堂 行洗礼在锦麟教堂的洗礼堂里 行洗礼涉及更多的是成人 而不是幼儿 因为教会扩大 主要是由于改信基督教的人增多了 而不是因为新生的幼儿多了 基督教会的基本礼拜仪式是圣体圣事 首先是聚餐 也就是有爱餐 有爱宴 目的是对基督死前的最后晚餐 尝记尝心 这种做法逐渐摆脱了聚餐的方式 只保留其中的主要特征 也就是面包和葡萄酒 这样便产生了天主教各种礼拜仪式的弥撒 随着新兴宗教的发展 礼拜的地点也在变化 从私人住宅转到了最初的教堂 教堂都采用罗马公共大会堂的图样 呈十字形 祭坛代替了会堂里的讲坛 直到现在 这种平面图依然是绝大部分基督教宗教建筑的基础 建筑教堂带动了基督教形象艺术的产生 这种艺术充满了象征性的图像 在城市的周围开辟的地下的公墓里 墙壁上都有这一类图像 其中以罗马的地下墓穴最为著名 由随时准备殉道的虔诚信徒组成的基督教团体 从居于少数变为胜利的教会 甚至占有统治的地位 却带来宗教信仰相对淡漠的现象 有些基督教徒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再实行基督的教导 在这种气氛之下 三世纪末在埃及产生了隐居者运动 反映出信徒们对这种松弛现象的反抗 隐居者独自一个人 由此产生了修道士 僧侣这些词语引退到人际罕至的地方 在祈祷和沉思当中过苦修的生活 有时有些人仰慕他的圣洁明哲的名声 前来访问因而扰乱了他的苦行生活 最初的引修院把遵循同一戒规的引修者聚集在一起 巴西勒把引修院扩展到了东帝国 让卡西安在罗马设立了引修院 后来马丁把引修院引向了土尔 五世纪的时候 爱尔兰受到帕德里克讲道的影响 于六世纪的时候变成了非常引人注目的 修道生活的侧原地 基督教传播中出乎意料的地理上的中间站 与此同时并在此基础之上 诺尔西亚的本堵在坎帕尼亚的卡西诺山的修道院 制定了章程会归 后来许多修道院都采用了这些规定 章程当中劝告引修者居住在同一个地方 发誓安贫贞洁和服从修道院长 并为集体从事劳动 修道院对待和教导贫苦人应持殷勤仁慈的态度 这些修道院成为文化中心 隐居者在那里撰写历史 从事饲养和农业劳动 欧洲在许多方面都在发生着转变 文化和教育领域也不例外 希腊罗马文化仍然存在 但是随着希腊研究的衰退和随之而来的哲学和科学的衰退 它失去了部分内容 但是在雄辩术和诗歌方面 希腊罗马文化仍然坚持保留着精湛的形式 不过这样的形式也掩盖不住某些思想的僵化 尽管如此 这种古典文化还是高出满足的文化 就如同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 希腊文化超出了罗马文化一样 无论如何 与罗马的接触时 日耳曼世界逐渐有口头文化转向了书面文化 但是古典文化也向新的欧洲提出了两个问题 罗马传统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公民参加广场的政治辩论 在新的日耳曼诸王国之内 它是否还有这样的用处呢 古典文化基本上是异教文化 对基督教来说 它是不是一种危险呢 对罗马贵族青年来说 接受传统的培养教育 最终只能担任低级的职务 在乡间定居之后 要谋得低级的职务也不容易 既然高级职位都出自于军队 受教育还有什么用呢 这样罗马青年人的教育都变得满族化了 使体育和持枪操练占了优势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 教会一直附属于人们所说的古典的基督教文化 它把新宗教信仰的知识和罗马的传统知识结合起来 严守教规的人认为这种文化性质暧昧不明 在他们看来 在异教和基督教之间应该有所选择 尤其是要想触动人民群众的时候 更应该如此 因为福音书应该向罪人 而不是向雄辩数的教师不讲 于是学习圣经 便在欧洲的教育领域当中 接替了希腊罗马的传统 529年 诺尔西亚的圣本堵创建卡西诺山修道院 与雅典的新柏拉图的学校关闭同时发生 标志着古代思想的终结 同时又是对基督教思想的肯定 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 六世纪初 伊斯兰教虽有所扩张 但还没有使基督教世界的非洲异域 和亚洲的大部分坍塌 但是欧洲的面貌从此已经接近于 与基督教世界等同起来